基本上呢 髮根烫的不含吹口滑 其实只要5分钟之内 你就可以完成让髮根蓬松的效果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可以完成髮根蓬松的气质的含气滴马尾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薇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终于要分享我的头发教学啦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我的髮根为什么都会像这样子很通松 又可以简单的绑出这种有心的头发 好步骤说我们赶快开始吧 现在是刚洗完头的样子 那吹头发呢 就是让髮根蓬松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好现在头发是湿的 然后呢 准备好吹风机跟梳子 那让髮根蓬松的小技巧就是 你一定要逆着吹头发 示范给大家看看 逆着吹完之后呢 开始分你的髮量 你可以在这边先抓一搓 然后在这东西吹法根 这样子 看这边的髮根就会比较蓬松 不是那种吹完头发是那种塌的 它是自然有蓬松 有一种蓬蓬的感觉 然后呢 可以再用圆梳再做加强 让你的髮根更蓬松 一样要搭配吹风机 哦 这样子就完成了 第一步骤的胡说 吹干了头发呢 第二步骤就是你要定型 定型的方式呢 就是用玉米去夹 玉米去夹 然后呢 我建议大家选这种比较 间距比较小一点的 这个夹的会比较空一点点 然后范围不会那么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发夹 OK 我们现在抓一搓头发处 先让头发 抓一个份量 然后呢 往另外一边夹 我们要夹这一边的头发 夹的量不用太多 就一些些 然后夹发根 这时候呢 你的不能直接这样子夹 这样夹是没有 比较没有效果 你要往上翘 往上 斜上的角度往上夹 这样子 你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个角度才会出来 你的发根才会蓬松 然后再试另外一个 不错给大家看 好 比如说这一层 然后我再抓一点起来 切记第一层不要夹大 因为你第一层不可以让大家发现 你里面有脱甲玉米虚 这是第二层 角度 压着往上 斜上的方式 上去 OK 你看 就蓬松了 这样子 依照你的发型跟发流 然后去夹 用玉米去夹这个动作 然后夹差不多 两到三层 然后后脑梢也是 好 我现在把枕头都全部夹起来 然后后脑梢也是 你可以先抓一个 头发的份 一撮 然后呢 往前 然后固定之后 然后头低低的 一样 再抓一小撮的头发 夹发跟重发跟 按压往上 现在我两 发跟这边两侧 跟后脑梢都夹好了 基本上呢 你的发跟就已经是非常蓬松的 而且它因为有玉米虚的 做加强之后呢 会更更定型 接下来电棒出场 电棒对于发跟有什么样的效果 可以让你的头发的流线感 会更漂亮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中的 或是看你的发量 有些人的发量比较多 你可以选中的 或者是中小的都OK 然后你的发跟一样 加一撮进来 然后 压开 反方向 然后前后的滚动 这样子 反方向 你看 这样子发跟用会再更蓬松 它会更翘 然后不会那么贴 我再顺一下 这边也是 感觉有种在烫头发的概念 因为现在可以用蓬一点 因为如果像你除处外面有流汗 然后你也会再塌下来 所以你一开始造型的时候呢 你可以 多加强一下 让你的发跟更蓬松 基本上呢 发跟烫的动作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只要如果不含吹头发的话 其实只要5分钟之内 你就可以完成 让发跟蓬松的效果 吹完头发 然后就用玉米去夾 做定期 然后再用电棒卷再做加强一次 这样子就完成 蓬松的头发啰 那用完发跟之后呢 大家就是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外出造型 我就会卷个发尾 地马尾是我最常做的造型 在做低马尾之前 头发一定要先卷个内腕 只要做发尾就OK了 卷完了发尾之后呢 就可以绑个 轻松的低马尾 上鼻肌 然后绑在耳朵下面这边 或者是平行耳朵 绑完之后 还没结束喔 这样子绑 然后呢你这样 拉出一个 红松感 用手指去拉 后脑勺 让你的头型更好看 这样子 就是不要太 然后手再抓一下 精硬抓一下 那刘海的部分呢 如果有刘海 像我一样是这种 无常刘海的人 你就稍微再往外卷 但是这个卷不要太卷 就是 带过就好 就是电棒不要停留在 头发上太厉害 这样子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可以完成 马根蓬松的气质 的寒细低马尾 大家看一下 你自己习惯用的定型音 然后呢 大概距离15公分是最好的 这样子就完成啦 以上就是我的 如何让法跟蓬松 以及绑出简单的 韩戏地马尾的头发教学 如果还想要我分享 什么 头发教学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留言跟我说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哦 还有订阅订阅 拜拜